三個人肩搭著肩 跟著節奏左右交叉跳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三角舞 先跳中間 然後跳左邊 再跳右邊 隨著節奏加快 跳個五分鐘 就滿頭大汗 感覺起來還滿吸引的 對 就跟以往的心肺運動 都不太一樣 就一直跳一直跳 就很喘 三角舞很快在 台灣街坊流行起來 活活媽媽也愛跳 甚至在校園內 學生也隨時都能跳上一段 剛好現在是有被撞到 對不對 對 很難的嗎 欸欸欸 別打 別打 三角舞上個月出現在影音平台 原坡發了三個朋友 表演舞蹈的影片 因為影片中的舞曲關係 這個舞蹈一開始 被稱為乃琪挑戰賽 結果一個月後 全球社群網站瘋狂流行 才被稱為三角舞 三角舞就是會訓練到我們的協調性 就是我們可能要往前 往右邊跟往左邊 然後它會訓練到我們的下肢 因為是藉由跳動的方式 不好意思 天啊 除了協調性 三角舞更重要的是必須培養默契 否則就會像這樣子撞個不停 看到這麼有趣又健康的舞步 您是不是已經站起來 跟身邊的朋友一起嘗試了呢 då 二十五 三 二十六 一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一